明天首场的总统政见发表会 蔡英文总统将要向人民 来报告他三年多的执政成绩 而韩国瑜预料应该又会有 他的韩式金句了 所以明天的看点在哪里呢 峰哥 我想这一次的这个辩论会 人民所要期待的就是说 韩国瑜是不是能够把 人民心里面感受最深的 那个部分讲出来 把他的国阵牛肉端出来 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比如说反渗透法 当然跟一般老百姓 可能目前没有感受到 但是韩国瑜要告诉大家 其实反渗透法通过的话 那就是民进党要没收 中华民国的民主自由 换言之很可能就会复制 过去的独裁跟戒严的 那样的一个体制 这种事情绝对不能让它发生 还有台湾的这种贪腐的现象 我们今天谈得非常的热烈 贪腐的问题谈得那么热烈 这代表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生病了 那韩国瑜必须把这个问题 非常清楚地来质问 蔡英文女士 她到底是怎么样治理的国家